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跟各位做一下大概就是这两周的时间 我们就会来把Vlog的部分cover掉 基本上我记得电机系的大一的罗瑟 基本上各班的老师都会讲Vlog 所以各个同学应该都稍微有一点点应该说印象 可能有一点点浅薄的印象 你可能都没有实际用过 没关系我们有一些浅薄的印象之后你来学就会更快一点 所以我们接续我们刚刚讲的设计方法的部分 我们来讲这个所谓的Cell Base的Design Flow 那为什么讲做为什么叫做Sell 这个为什么叫Sell 这为什么叫Sell 这个就是所谓的StandardSell StandardSell 那所谓的StandardSell就是我们刚讲的就是事先做好的这些NainGate Nogate 那或者是说他可能会有一些像这些常用的加法器 减法器等等这类的 这个叫做StandardSell 就是可以利用这些已经做好的Gate来去兜 来注意兜 这样子的设计流程就叫做所谓的Cell Base的Design Flow 那Cell Base的Design Flow 表面上讲好像是只针对我们的这些IC的部分 那事实上这个方法事实上也是一样是可以套用在做这个APGA里面也都可以 那如果你要把它套用在这个做PCB或面包版的话大概也是类似 也是类似 只是那个就会变成是一颗一颗的大的这个IC的这个部分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典型的这个Cell Base的Design Flow是怎么做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从你的应用开始 从你的应用开始 那你会有个应用 比如说你今天要做一颗CPU 或者说你今天想要做一个手机 做一个手机的这个通讯的这个晶片 那通讯的话 他有一些通讯他需要的这个沟通的传送的这个机制 那这些传送机制他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吸引元的程式 会描写出来说他这个要一步一步这样做下来是怎么做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系统规格的这个部分 那这里就会有一些 他的这个 他的一些行为的这个规范的这个部分 那你根据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要做的这个问题的这个目标好 那你就可以来去写你的这个做你的这个架构的这个设计 做架构的设计好 好 那什么叫做架构的设计好 Arcature的Design好 就是 呃 我们会画出你的这个 会画出 会画出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块图哈 或是有一些Multiplecer哈 或有一些加法哈 哎 你这些要把它这样子给兜起来哈 像这样子的这个叫做所谓的架构的设计 好就这样这样 那有了这样子的架构的设计之后 那你的架构设计做的比较完整之后 再来考虑写出用Vlog把它写出来哈 那就会有一个HDO的这个描述哈 那你要怎么确保说你写出来的描述是不是正确的呢 那我们就会去讨一些所谓的模拟哈 Functional的这个Simulation哈 那确保说这件呃 你做出来的确实是你要的这个部分 好 好 那 那对呃对一个IC设计的这个 数位IC设计的工程师来讲哈 那基本上他80%的工作哈 大概在这两个步骤里面就已经做完了哈 就已经做完哈 那接下来还有20%的工作是在后 做后面的这个呃EDA工具的这个部分哈 你写完了这个呃 RTL Code之后 那我们要把它 最后你要实现到IC哈 那就要做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事情哈 我们会要做什么 先来做这个合成哈 做合成哈 做深深实实的这个部分哈 好 这个都是就要开始操作一些EDA的这个工具哈 它会产生这个Gate Level的这个部分哈 那你怎么知道说 诶这个 你写的这个 RTL Code哈 它确确实实可以产生出你要的这个 呃 Gate Level哈 因为有时候 尤其是初学者哈 你 你认为的这个HDL Code 跟EDA工具认为的HDL Code哈 你们两边可能有认知上的不同哈 可能会有认知上的不同哈 就跟这个男女朋友一样哈 会有这个代沟哈 会有代沟哈 那这个代沟就会造成你的这个 呃 你写出来的Code 不如你所预期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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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你所预期 有时候 在前面的这个Functional的Simulation 有时候发现 不会发现哈 不会发现哈 所以这个时候 可能我们还是要做一下一个 Simulation哈 再做一次Logic Simulation 确保说 诶这件事情是对哈 就你想要做的事情 确确实实 EDA工具 他也认为 你们两边的意思是一样的哈 意思是一样哈 所以 那这个是我们今年的课程里面 呃多加的这一个部分哈 会要求各位要跑这一件事情哈 因为 我们在过去几年的课程里面发现 蛮多同学 这个部分是OK的哈 但是到后面这边其实老实讲是不太OK哈 是不太OK哈 但是因为我们之前没有没有要求这一点哈 所以 呃比较难以做到哈 所以今年的课程就多了这个部分哈 这个是今年课程一个最大的这个改变的这个部分 好 那 以我们的课程来讲 我们的课程就是到这边为止了哈 就没有了哈 就没有哈 好那剩下的部分就是呃 如果各位有去修这个iclab的话就会就会学到哈 好他们后面就会开始做这个呃 pacement routing哈 有些电路的这个设计哈 然后 然后会做出这个实际的这个layout出来哈 那像像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的呃 实际的这个scenar sale哈 scenar sale的这个部分哈 这个就是事先做好的一些get哈 好那这个弄完之后 那最后就会产生一个 呃最后要丢给这个军援厂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一个呃 gds2的这个格式哈 然后后面就可以丢给这个放嘴厂哈 他去帮你生产出 ic出来哈 然后再把它切割哈 这一个格把它切割下来哈 然后再把它封装起来哈 好那这个就是整个sailbase的这个design flow 那基本上来讲大概呃目前 从RTO以下的哈 大概都已经是非常自动化 都可以做到大部分都是EDA工具 都可以把你cover掉的这个部分哈 所以工程师最大的价值就在前面的这个部分哈 最佳最大价值在前面这个部分 好所以各位呃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哈 好所以啊 所以关于这个部分哈 你要问你要问的问题不呃 不是问说怎么样子叫做学好Vlog哈 你要问的问题是怎么样子学好IC设计哈 怎么样叫学好IC 那怎么样学好IC设计哈 首先你的心态要正确哈 心态要正确什么叫做心态要正确哈 好也就是你在做我们的lab或做homework的时候 你首先要做的事情不是呃 看完之后马上就开始去写Vlog哈 不是这个哈 不是马上就去做coding哈 你要先把你的硬体架构好 什么是硬体架构 就是各位在大一的螺色所学到的那一套部分哈 你其实要再把它给搬出来哈 再把它搬出来哈 好稍微但是不用到像大一的螺色 这个大一的螺色其实 呃 大概有一半的超过三分之二的课程都在讲 怎么样做化解哈 比如说这个逻辑的化解哈 Sequential的这些StateMap的这个化解哈 都在讲这些事情哈 好那些事情基本上就都交给EDA2 我帮你做掉就可以了哈 那些部分就交给EDA2 好因为EDA2的这个合成的工具哈 比你自己的手动化解通常要做得更好哈 所以那个部分就交给EDA2我去做就可以哈 但是呃另外三分之一的这个呃 螺色的部分就是在讲怎么做这些架构的这个设计哈 那做这些逻辑的这个设计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门课真正需要的这个部分哈 所以你要把那个部分再把它给拉回来哈 先把先把这样子的硬体架构把它给兜出来哈 架构兜出来哈 然后你再去找合适的Vlog的语法哈 那什么叫做合适的Vlog的语法哈 就像各位在写西扣一样哈 你要达到同样的方讯 你事实上可能会有好几十种不一样的这个西语言的写法 都可以达到同样的功能哈 都可以达到同样的功能 但是呃在Vlog里面哈 那有一些语法事实上会比较好哈 会比其他的语法要来的好 那什么叫做比较好呢 也就是EDA2 比较不会误解你的意思哈 比较不会误解你的意思 这种叫做比较好的这个语法 好好所以这个是呃各位要做到的这个部分 好那 好所以我们的课程重点就在这个哈 从架构的设计到Vlog实现哈 那架构设计这个部分是一个呃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呃 学问哈 那基础的部分当然就是各位的这个呃 大一的罗色所学到的这个东西哈 那如果你已经是大三以上的学生 你可能有修过像VSI啦 居然机组织哈 那那些课也都会稍微提到这个部分哈 那个都是跟于跟这个架构设计是有关系的这个呃部分哈 那我们这门课也会cover部分哈 那但是不同的应用 不同的应用 他事实上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些架构的这个设计哈 那这个在呃事实上有一些 你就会需要去看到一些论文的这个呃部分哈 那如果你想要修课的话 其实在研究所也有一门课哈 会会cover到这个部分哈 叫做VSI signal processing哈 那这门课呃这个很不幸的我们的呃电机所电子所这边的老师已经很久没有人开了哈 已经很久没有人开哈 上次开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哈 不过在资工所还有半导体呃半导体学院哈 呃都有都有老师在开这门课哈 都有老师在开这门课哈 所以呃如果想想想学的也可以去修这门课哈 这个是关于架构设计的这个部分 好那你有架构设计之后接下来就可以做Vlog的这个实现哈 那那Vlog实现这个部分当然一开始你当然是要先知道一下Vlog的语法是什么哈 这个是比较基础的这个呃部分哈 那那我们的课程就会来讲说哎在这么多的语法里面哈 那你怎么样子学的叫做比较正确的使用方法哈 好什么什么写法是比较正确的哈 那你不要想当然而用自己的这个呃想法去做哈 因为通常你自己去乱搞一通的话你大概就会踩到一堆陷阱哈 踩到一些陷阱哈 那呃好所以这个是呃Vlog的这个部分哈 那我们呃这个lecture第二章的这个部分哈 那我们就会稍微先来跟各位讲一下整个Vlog语法的这个部分哈 然后再来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些呃比较容易踩到的这个陷阱的这个部分 稍微就会直接先跟各位提示哈先跟各位提示哈 哈然后呃接下来 就可以在设计的过程中事实上这个会做一个iteration哈 你就来可以来做这个设计的最佳话哈 那也是我们课程后半部会跟各位讲的部分哈 怎么样让你的设计可以变得更快哈 然后更省面积更省电哈 那我们的呃Final Project或者是我们的Homework到后面的时候 我们的评分的这个标准哈 就会慢慢是会走向这个部分哈 走向这个部分就是你的面积和速度哈 是呃我们会采用排名字的方法给分哈 就是你的速度后面积越小哈 越快的话你的拿到的分数就会越高哈 就越高哈 这个是我们课程在后面后面的部分慢慢就会采用这样 那让各位比较有这种设计最佳话的这个概念哈 这样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那呃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这个lature要讲的哈 那前面我会先介绍一下什么是HDL哈 Hardware Discretion Language 然后呃我们大概应该 今天不知道讲不讲完哈 会把整个Vlog一些比较基本的这个部分哈 很快的带过让各位有一个比较基本的概念哈 然后比较细节的语法的部分哈 我们在接下来会花比较多时间来讲一下一些比较细节的这个 语法的这个部分哈 这这个部分哈 那先让各位有一个比较基本的这个概念哈 然后呃后面我们会来讲这个 这个System Vlog的这个部分哈 那这个部分其实它很多东西我们在前 在前面这边讲的时候会就会稍微带到一点哈 稍微带到一点哈 因为System Vlog的这个部分 它的一些写法呃 蛮大程度的简化了Vlog Vlog里面很容易大家会搞错的 或者是觉得很麻烦的这个部分哈 它其实做了很大的这个简化哈 所以基本上我们这篇课鼓励大家都使用System Vlog的语法来写哈 可以呃我想你不用鼓励哈 因为你看你就会觉得说如果你要用Vlog那种很麻烦的写法的话 你一定会很自然的就会转换到System Vlog哈 好我们会来讲这个部分哈 然后最后我们就会来讲 诶在写Vlog过程里面哈 你什么样子的写法是很容易会踩到坑的 会踩到陷阱的这个部分哈 所以你写法上面应该要怎么注意这一点哈 怎么避免掉这些事情哈 这个是我们最后会来讲的这个部分哈 好我们先下课 好那我们先来跟各位呃 做一个概念性的介绍哈 什么叫做HDL哈 什么叫做HDL哈 好那 那基本上如果呃 我不知道有同学可能有修过那个 大一的数位实验哈 那大一的数位实验哈 那大一的数位实验可能你们一开始是 走这个Schematic Entry哈 就是把这个 呃 这些Gate哈 把它拉一拉哈 然后把它抖一抖哈 那Schematic Entry 当然好处是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直觉的哈 因为承袭的这个 各位学过的这个罗色哈 你就把它拉一拉连一点哈 但是你要这个的缺点就是 如果你要做大的Design的时候 你是很难 用这种呃图像化的方式哈 去去做哈 而且要做比较复杂的 可能这个拉起来就会变得呃 非常的复杂哈 可能不是那么合适的这个部分哈 好所以呃 慢慢大家就觉得说 哎那事实上应该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方式 来表示这个硬体哈 好所以这个叫做哈 好那各位注意下这个名字哈 这个叫做Discretion哈 他是描述硬体哈 硬体描述颜哈 他不是哈 博emming language 好他不是programming language 他是discretion language 好 这个是跟西医员这一类的 或C++语言这一列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它并不是一个Programming的language 它只是一个Discretion Discretion的language 那它有什么不同 等一下我们来讲 它就是透过写这样子这个Code 然后我们就可以合成出我们的电路出来 那这种HDL跟软体的语言 有什么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那基本上来讲 那所有的language它都要达到一个功能 它要描述一个function 要描述一个function 所以HDL跟戏言一样 同样它也是要描述你的电路的功能 描述电路功能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除了这个之外 在硬体设计上面 它有一些比较独特的 在软体里面 事实上它并没有的东西 是什么呢 第一个它跟这个schematic一样 它要描述说你的这些NGAT OGAT它是怎么样子连接起来的 它怎么连接起来 那这个是它需要做到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也是只有硬体才有的 因为在硬体里面 你一个NGAT跟一个OGAT 它不会说我的NGAT做完之后 然后我再来执行OGAT OGAT并没有这件事情 这两个GAT它都是只要电插进去 它有power on的话 它都是一直都在工作的话 也就是说在硬体的世界里面 所有的元件它都是同时在执行中的 同时在执行中的话 那在软体里面 其实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这个也是通常初学者 你从你大一的程式设计 转换到这种Hardware Discretion Language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会搞混的这个地方 因为你常常会用西元的想法来去想它 这个就会不对 这就不对 那所以它要表示这件事情 但是 好 那但是又表示这件事情 你又不能做的太 写法又不能太麻烦 所以它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抽象的这个程度 那这些抽象的程度 因为要适合我们人的这个思考的这个模式 思考模式 所以它表现起来 表现起来其实还是表面上看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像这个Vlog 因为它很多是借用西的这个语法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 怎么好像很像西 其实并不是 其实并不是 那最主要就是它有这个 平行化 同时执行的这个概念 这个是各位特别要注意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是电路硬体上面特有的一个部分就是它有所谓的timing的概念 也就是它执行执行这个东西 执行一个end gate 它可能有两个nosecond的delay 执行那个all gate 它可能有三个nosecond的delay 那在软体里面是没有这种东西的 那这个也是硬体的描述语言 它特有的这个部分 它特有的部分 那为什么我们要需要用这种HDO的语言 来不用这种schematic entry 那主要的好处是我们可以透过后面的这个synthesis 类似像compiler的这种工具 我就可以实现到不同的这个制程上面 比如说我今天我手上可能只拿到这个40nm的这个制程 我就是同样的一个语言 我在这边做 然后改天我觉得我需要成本降低 我就用这个22nm的 那我不需要改动我的这个数位电路的这个HDO的设计 我只要重新做一次synthesis 它重新compiler它就可以用 那就跟各位写C程式一样 今天你这个compiler出来的 可能在这个Intel的CPU上面 它可以跑 那同样的程式 如果你转换到这个Apple的这个Mac 它可能是用AM的这个CPU 那也是同样重新compiler之后 它就可以跑 那所以它事实上它的这个有很高的portability 那另外你不只是做IC 那如果你是用你今天要先做一下这个prototyping 那可以先把你的设计把它丢到APJ上面去的时候 那你也不需要改动你的HDL code 因为也不能这样讲 应该说也许只需要改动一点点 只要改动一点点 那事实上同样的code 然后一样可以在这个APJ上面去做 好 所以这个它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处 好 所以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合成 就可以合成出不同的电路出了 好 那另外HDL在模拟上面来讲 你很容易可以加上一些这种 收尾Debug的这种技巧 加上一些所谓的assession 然后另外在硬体的设计里面 那通常各位在做软体的时候 你可能都会把你里面的这个值把它印出来来看 但是这件事情在HDL的这个模拟上面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做 但是这个是很没有效率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在硬体里面 在硬体里面我们讲过所有的 它的电路所有的变数 它事实上是同时在运作 同时在变化的话 那你要人可以同时抓到 所有的这些变数的这个变化 用什么方式最简单呢 看波形 看波形 你波形一看下去 你事实上是可以同时看到 这些不同的变数 同时的它的变化的这个状况 可以找可以看到它彼此之间的这个同时 运作的这个特性 那这个也会比你用这个get level的来讲 速度要快很多 那我想各位之后做这个lab的时候 你跑那个get level的simulation 大概就会有点感觉就是 你跑这个HDL code的simulation 会比get level这边事实上要快蛮多的 那各位跑了就知道了 好 好 那目前来讲 好大概有 呃两个最主要的这个HDL的语言 好 那一个是velog 好 那velog最早是 1984年由这家公司好 gway design automation 所发展出来的 好 它当初做出来是 主要是为了去模拟这个逻辑 好 所以它是为了simulation 他并不是为了做design 好 但是 后来这家公司就被那个cadence买走了 可以买走 然后 大家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还蛮好用的 那既然可以做smulation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把它拿来做这个design 好 来做design好 好 那 那最早这个 这个velog是只有cadence这家公司 他 他自己 因为他买的好 所以这个等于是他公司的专属的语言 好 所以其他人都不能用 其他人都不能用 好 那这样其他人都不能用 哎 因为他就绑了这个 他的产品和这个专利好 那 所以这个美国国防部他后来就 就就做了这个 VHDL 做了这个VHDL 好 好 那但是VHDL他是一个比较公开的 好 因为这个是政府 美国国防部所所出资的这个 呃 部分 部分部分 好 那那后来 呃在1987年变成一个标准 好 变成一个标准 好 那那因为是公开的这个标准 好 那就会当然会比这个 呃 只有 只有一家公司绑定的这个要 要来的 要来的好 好 所以呃 所以最早 呃 Vlog他是一直是一个比较封闭性的这个部分 好 但是因为 呃Vlog的语法好 本身 他因为是一开始发展的时候 他就是从西语言的语法借用过来的好 因为在 1984年 那个年代好 哈 哎 还没有什么西家家哈西家家还没有出还没有出生哈 还没有出生哈 那个年代最红的Language就是西哈 最红Language就是西哈 所以他是从很多 他很多语法都从西界用过来好 那 呃 呃Vlog用的人事上是比较多了哈 用的人是比较多哈 用的人是比较多哈 所以后来这个呃 呃 Cadence哈 他就也愿意放手哈 就是把Vlog这个部分哈 他就把他抖内给IEEE 变成一个公开的这个标准哈 那变成公开的标准 就有个好处哈 就是说 所有的每一家做EDA的公司哈 他要用到Vlog 他不需要去跟Cadence授权哈 不需要付钱给Cadence哈 好 所以这个产业就 呃 用Vlog的这个部分的产业就就变得欣欣向荣哈 好 所以呃 然后那个时候呃 Synasys这家公司就出来哈 他做了这个合成的这个工具哈 可以从这个呃 Vlog直接可以合成这个Gate Level 好 所以在这个时候 呃 Vlog就不只是做模拟的这个工具哈 他也可以做合成的这个工具哈 那 也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因素的这个关系哈 你会看到说在呃 Vlog的呃 language里面 他有一些非常高阶的这个语法哈 那些很高阶的这个语法 他事实上当初就是为了这种simulation所发展出来的 但是真正拿来做design的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部分哈 那有时候初学者你在这两边的这个界线 有时候不太容易分得清楚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踩到一些陷阱哈 所以这个是呃 为什么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在在这个地方 好 不过呃 好消息是呃 针对硬体这一部分的描述的Vlog的语法 基本上还蛮有限的哈 就就只有那几招而已哈 101招哈 非常非常的少哈 非常少哈 所以呃 反而是模拟simulation的那一个部分的语法 事实上是非常的丰富哈 我们呃这门课也没有办法完全cover到那个部分 好那呃这个部分后来其实在呃2005年和2001年其实都有呃 应该说2001年有有一个改版哈 所以有一个Vlog2001的这个版本哈 Vlog2001的版本哈 那后来呃 Vlog和VHDL哈 Vlog又把VHDL的一些呃特色其实又把它给纳进来哈 那纳进来的这个部分老实讲其实就是 因为就像那个C后来演化成这个C++一样哈 加进了这个呃物件导向的这个功能哈 那 那SystemVlog在这个部分他其实也慢慢也有点这种的这个味道哈 把他把一些这种呃更好用的语法哈 是要把纳进来哈 那这个就是SystemVlog哈 那这个呃目前来讲应该是大家最常用的这个部分哈 因为他结合了几个部分哈 第一个他是一个Hardware Discretion的这个部分 然后他还结合了一个部分叫做Vification的部分 就是验证你的设计是不是对哈 验证你的设计是不是对哈 那基本上有一个统计哈 有一个统计就是说 你在做一个IC设计的这个时间里面哈 你真正花在做设计写Vlog code 做Arcature Design写Vlog code的时间哈 大概占两成到三成的时间哈 那剩下的七成和八成的时间都在干嘛呢 你都在debug哈 都在debug哈 好所以验证其实是非常非常花时间的一件事情哈 尤其是大的设计里面哈 这个是非常非常花的时间是哈 那现在的好处是哎 你用SyssenVlog的语法 其实他就整个就可以包括哈 但是我们这门课里面 哎这个部分不会cover到哈 因为这个部分呃 要讲其实还要蛮多时间去讲哈 我们就就不cover这个部分哈 不cover这个部分哈 好那那如果你想学的话 在呃研究所的ICC Lab这门课他们会教哈 他们会教哈 那我们这门课就我就不教这个部分哈 好那我们这一门课 主要就会先跟各位讲一下Vlog哈 然后会把一些SyssenVlog里面很好用的语法哈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哈 顺便跟各位讲哈 那大概会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cover哈 那VHDL呃很难学哈 他的语法真的很难哈 有点真的那个学习曲线是非常的陡峭哈 非常陡峭哈 所以呃那基本上台湾 台湾现在的IC设计公司应该 九成以上都是用Vlog啦 九成以上都是Vlog 那VHDL之前大概主要是欧洲那边在用哈 欧洲那边在用哈 好美国大概也是以Vlog是主流啦哈 那有人会有人会用一些VHDL的这个部分哈 VHDL的部分 好不过欧洲现在应该也是慢慢被Vlog给侵占哈 因为后来他很多语法都进到SyssenVlog里面去 好所以呃我们大概给各位看一下哈 虽然这个Vlog他早期因为他的语法的发展是从C来的哈 所以你会看到他有些语法像C哈 他不是专题员哈 他没有pointer哈 没有retend function哈 你也不能写recursive code哈 他也没有什么memory allocation这些东西哈 好那简单讲就是 西元里面比较复杂的部分在Vlog里面都没有哈 大概是这样 所以都没有这些东西哈 都没有这些东西 好那各位在写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你要知道说你写的每一行的Vlog code 他最后会对应出来的硬体架构是什么 那或是说反过来你今天要做一个某一个硬体架构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multipressor 那你要知道说如果我想做一个multipressor多工器的时候 我的语法应该是怎么写 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 就是在这门课学完之后你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 所以这个是这样哈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用一些非常high level的这种语法哈 那在做验证的时候哈 在做验证的时候你要写多高阶都可以哈 非常写的跟c完全一模一样也没什么问题哈 那唯一主要的限制都是在design这个部分哈 design这个部分他可以用的语法是受限 那好处是因为也很受限哈 你只要学一个非常小的一个subset 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可以学完哈 好那那我们这边在再度的跟各位强调哈 为什么在design上面要特地建议某一种写法哈 因为tour实在老实讲身上是很笨的哈 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化腐朽为神奇了哈 所以你写的garbage的code 他也没有办法把它变成是正确答案会出来的这个部分哈 所以简单讲哈就是 不要用会让tour会误解的这个写法哈 在后面我们就会跟各位介绍哈 所以这个是这个部分哈 那我们整个velog的语法的这个部分哈 在这边哈 最底下这个是velog1995哈 就是最早期的这个velog1995 velog哈 那他呃 这边你会看到一些蛮陌生的这个部分哈 然后有这些什么前字号的这个部分哈 点点的哈 好那有些这个我们后面再再来讲哈 然后这一半的这个部分 其实很多都是从系元来的哈 系元来哈 然后后来velog2001改善的不少哈 然后这边又多了很多东西哈 那这边多很多东西其实很多都是那个 呃为了验证哈 所新加进来的东西的哈 所以呃其实我们真正会用到的其实只有 你在design上面会用到的就只有这 16格的keyword哈 就只有这些而已 其实很少哈非常非常少的一个部分哈 非常少的部分哈 不要看这边其实有很多哈 那你真正会用到的当然就只有这些了 超级超级少的哈 超级超级少的哈 好那 好 好 这应该就不用讲哈跳过去哈 好 好那 那整个velog的 model哈 他model硬体的设计哈 那前面我们讲过哈 那作为一个硬体描述员他要做什么事情哈 他要描述说 你的硬体之间怎么连接哈 所以最基本的就是 可以做这种structure的这个modeling哈 就是描述你的这些模组之间怎么连起来哈 怎么连起来哈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哈 但是你你的设计不可能全部都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做哈 我们会用一些比较高阶点的这个语法哈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behavior的这个modeling的部分哈 好会用到这些哈 好那这个写起来 有一些部分 稍微会有点像西医的这个部分哈 就会像到这个部分 好那你在你的设计里面哈 那要怎么样子来做哈 那基本上这种 structure的这个velog哈 通常就是 你去呼叫其他的这个设计的时候哈 好就像你在西医院里面一样你会呼叫所谓的方寻哈 那那呃这个其实扮演的角色就是类似像那个呃呼叫方寻的这个角色哈 好那各位写出来的这个设计你去做完合成之后会合成出gate level的时候 那gate level的velog如果你打开来看的话 他的形式就是所谓的structurevelog的形式哈 因为他就是呃里面就是这些ngate ogate哈 怎么串接起来哈怎么串接起来哈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语法哈 就很简单哈 就这每一个就是一个呃这个就是一个加法的模组 这是一个dv法的模组哈 我怎么把他串接起来哈 他就是在描述这件事情哈 哈 那那另外我们会有所谓的data flow的这个部分哈 这个就是在描述combination的logic哈 那在我们的这个呃设计里面哈 通常就是他的语法就会是像这样是一个呃一个关键字 就是assign哈然后面就是描述你的这个逻辑的这个方寻哈 描述这个逻辑方好其实很简单哈 好那我们刚看到的一些比较高阶的部分哈 或是说你要描述一个呃 final state machine哈 描述一个dv法的话他就会用到这种behave you的velog 那他通常就会是呃写成这样的一个形式哈 一个always at哈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来表示哈 好所以这门课各位会接触的语法大概就是长成这样哈就 那那这些语法呃有什么差别哈 老实讲其实呃有时候我们在你的设计里面哈 好这两个通常是会混用哈 通常是会混用的一个状况哈 好那你就根据你的需求来去做一个选择哈 好有没有问题我们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哈 这个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大概很快的来跟各位 可以勾诉一下这个velog的这个部分哈 那首先我们会先讲从这个呃 structure哈的这个部分哈就是module的这个部分哈 那可能各位之前如果呃罗色里面有上到的话 大概都会有接触到这个部分哈 好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这个 have a 的哈 你有个ab的这个输入哈 然后产生这个sine和cout的这个输出哈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不拉带棍哈 你那你用这个get都起来的话是长成这个样子 好那你这个用velog怎么表示哈 velog怎么表示哈 好那所有的这个velog哈 我们都会是把它包在这个module和endmodule 里面哈 然后这边是你的module的这个名字哈 比如说我的module名字叫做add underscore1哈 然后然后后面这边是你的 iO的部分最后这边要记得加一个分号哈 这个叫什么semicolon哈 semicolon的部分哈 这里记得要加哈 好所以这个是module的这个部分哈 这样子 好那基本上所有的不管你是做design 或是做simulation或testbench 都是包在这个module和endmodule里面 好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往下细部来看哈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做一个加法器哈 我们有abc的输入哈 然后上和cout的输出哈 好我们就把他的这个输入输出都把它写出来哈 好就他的这个iO port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叫做所谓的iO port的部分哈 好那这边这边你会看到哈 我们会指定说比如说我的abcin 好是所谓的输入的部分哈 好是所谓输入的部分 那那我的这个abcin这边哈 前面我们就会宣告他是所谓的input哈 是input的哈 那input的这个是一个关键字哈 然后我们的这个sine和cout是输出哈 那我们会宣告他是输出的这个port的形态哈 output的形态 好那除了输入和输出之外哈 那还有一种的形态是所谓的双向的哈 in out哈 就是你的这个port他是可以是这个方向 或是这个方向都可以哈 他没有特定哪一个方向哈 两个方向都可以哈 by additional的这个叫做in out哈 那基本上在各位在我们这门课里面哈 在我们这门课里面各位应该是都不会用到in out 这个port的形态哈 应该都不会用到哈 那你什么时候会用到哈 大概在呃 真正要做ic的时候哈 有那个实际的ic要做他的iopad的时候 我们才会用到in out的这个部分哈 那其他的部分一般来讲你事实上是不会用到这个哈 在内部的这个设计里面通常我们是你就是都是只有一个方向不是输入就是输出哈 不是输入就是输出哈 那另外你也可以呃加这个注解哈 那这个注解跟这个西元的这个注解是一样哈 就是这个写法是一样哈 就是两杠的这个呃部分哈 那另外西元里面有这个呃像这种的哈 那这个在呃这边也有哈 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 好 所以这个都是会包在这个mojo的这个po里面 好有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个是这个写法是Vlog1995的写法哈 那其实呃 我们还需要去宣告说你每一个这个输入或输出哈 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形态哈 那这个形态我们等一下后面会再讲哈 他会有分所谓的reg的形态 或是分外偶的这个形态哈 那一般来说如果你不写的话哈 就是说假设你这行你就不写哈 你就不写的话 他预设就是外哈 预设就是外哈 不写就是预设是外哈 那通常在Vlog1995里面哈 你大概就是写完output input output的呃 port的宣告之后 然后你再写他的这个形态的这个宣告哈 那在Vlog2001里面哈 那他呃有点可以把这件事情把它给合并进去哈 就是你在做output的宣告的时候可以顺便把他的形态的宣告也把它一起写哈 也把一起写哈 所以这个是呃 Vlog1995的这个呃部分哈 那呃到 Vlog2001哈 那Vlog2001还提供了一个语法哈 提供语法就是你可以把这边io的这个部分哈 直接把它搬到这个port这边这个里面去哈 直接把它搬到这里面来哈 好那也可以把这个形态的这个宣告直接把它合并进来哈 那这样写起来就比较 看起来比较简单一点 好看起来比较简单一点哈 看起来比较简单一点哈 所以这个是呃 Vlog2001所做的一些改善哈 就不用写那么多行啦哈 因为有时候写很多行是真的是很啰嗦哈 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啰嗦哈 好所以这个是呃 mojo port的这个部分哈 可以有这样子一个改善哈 那各位大概就是先稍微听过一次哈 因为你真正要写的时候通常你大概就是 我们会再翻出这些参考哈 比如说我们的讲义或者是我们在前面跟各位介绍过 你可以有印出那个quick reference card 好类似这种就是要用到的时候你再再去参考一下 这个实际的语法的这个部分哈 你大概稍微有一点这种概念哈 知道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写法哈 那真正写的时候一些细节你这个时候记不住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用到的时候你再把它给呃 参考一下你的手边的这个参考资料哈 好那另外呃我们的mojo哈 好他事实上也可以带有参数哈带有参数哈 比如说我们在宣告这个这个散核的这个输出的时候哈 那我要宣告说他可能是一个多个bit的话 好那我宣告说有个nsb和lsb哈 好那nsb的值是什么呢哈 是什么呢哈 那我就是在这边我可以宣告一个东西叫做parameter哈 好然后我的我自己定义一个参数的这个名字叫做nsb哈 然后我要给他一个值哈 比如说31哈 那lsb的值是0哈是0 好那这个就是我这一个加法器的参数哈 好所以所以呃如果你在其他地方哈你在你的这个模组里面哈 你会用到nsb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nsb31的值哈把它给带进去哈 实际的时候会把它带进去哈 那那这个是一个参数化的一个写法哈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哈这个做法主要是说 让你的这个设计哈会变得比较有弹性哈 会比较有弹性哈 那为什么叫做比较有弹性呢哈 就是如果你今天像你这边写出来你就是一个32bit的哈 那那如果说我今天只要一个8bit的加法器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要重新再写一个8bit的module的add 那这样感觉很麻烦哈 好那我是不是去写一次然后我用参数化 然后我就去设定说哎我的nsb呢就让他变成是7哈 然后另外到0好那就变成是一个8bit好8bit好 好那呃这个部分我们后面会再提到哈 就是别的在做instance的时候哈 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参数的这个呃名字哈 参数的大小哈 好那给参数如果是7和0的时候那他就会盖掉这边里面预设的31和0好 那就会变成是一个8bit好那如果你不给他参数的时候他预设就会用你本来module里面所写的部分 好会变成这样好有没有问题那这个参数的写法在velo2001他呃他把它可以把它抽出来好变成写在这里哈 好这是一个呃比较简化一点的这个呃写法哈 好那不过各位在这门课里面你大概不太会用到这个参数化的这个写法哈 好不过你至少知道这个velo有这个东西哈有这个东西就可以哈 好 有没有问题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个velo的module的这个io的这个port的这个部分哈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哈在velo里面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他描述你的这个structure的这个呃接法的这个部分哈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这个have add的这个部分哈他里面有包含呃就是前面这个图哈 哈 这个图哈他有个ecus au gate哈有一个nangate哈有一个invert哈 好那我们要把这样子的一个连接关系哈把它给表示出来哈 表示出来哈那怎么做呢就是呃 我们就直接用到一个ekous au gate哈一个nangate哈一个nangate哈 一个nat的这个get哈那些get哈 好,那前面这边剩下的就是我们 刚刚有看到的 就是 一个module and module 你宣告它的输入和输出 的这个部分 好,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其实没有特地 宣告说我的output 这边的这个形态 都没写 都没写 都没写的意思就是 它预设都是所谓的 就是都是wile 没写的意思就是 它的形态的宣告预设就是wile 预设就是wile 好 所以这个是 它去instance这些 Valog本来就有的 这个get 那Valog里面它预设的有这些get nget,nget,o,no,equals,o,还有equals,no 还有buff和nut这几个 那这个是 这个语法里面本来就有的话 那通常来讲这些 应该是很少用到了 大概是很少用到 那它的用法就是像这样 那 它这个是通常 这种的话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参数就是它的输出 那剩下的部分都是输入 剩下都是输入 所以这边我们比如说这个coceo 它有ab这两个输入 那如果你今天要有第三个输入 就写在这个b后面 比如说abc 看你有几个输入 就一度这样子写下去 就除了第一个是输出之外 剩下的全部都是输入 那你要有几个你就一度写下去 好 不过这个很少用到 所以我们就是稍微讲一下 让各位有知道这件事情就好 好 那正常来讲通常你会写的 structure的这个形式 大概应该是长成像这个样子 比如说我们 这边我们要用两个 have add 都出一个full add 都是一个full add 然后我们的这个输入的部分 有这三个abc 然后得到sine和cout 好 得到sine和cout 好 那 好 那我们 我们要怎么写这个 那当然你就是 好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当然就是会module和endmodule把它包起来 然后我们会 instance 两个 我们的这个模组 have add的这个模组 那在这边你会看到 我们会有这个 这个add have 这个就是 你的这个模组本来的这个名字 这个模组本来的这个名字 这个叫做 module的这个name 然后但是像我们这边我们用到的两个 have add的 那这两个have add 那这两个have add 我们都要各自给他一个名字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给他叫做N1 所以我们在这里会写一个 这个叫做N1 然后这边是 第二个这边是N2 所以他的instance name 叫做N2 instance name 就是你会前面 前面的这个名字 这个是module的这个名字 就是你的design的这个名字 然后后面的这个名字呢 是你在这个模组里面的名字 这个叫做instance name 叫做instance name 好这样子 我们就这样子把它给兜起来 把它给兜起来 那这样子兜起来 你可以做成是一个hierarchy code 所以整个看起来其实会这样 这边是你的 full add 里面包含两个have add 那每个have add 他又是由三个小的这个get 所兜起来的 所兜起来的这个部分 好 那那接下来我们给各位看一下这个 呃 再多讲一点点这个部分 那这是另外一个这个例子 就是 呃 一个full add的这个例子 我们有 ab 还有c in 然后得到c 和 cout 得到cout的这个输出 好 好那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做 好这些 ioport 其实就是你的ic的那个pin角 其实就是你的ic的pin角 好 那 那一个 每个module都可以instance其他的这个模组 拼整一下模组 好所以 这个fa就是我们刚刚看到 前面这个 看到的这个 这个的名字 这个的名字 好然后你在这里面 呃的instance名字叫做fa0 好fa1 好这样子 好 这个叫instance name 好 好 那 那 那full add 各位都知道哈 我们就是把它的carry in 好跟carry out 把它给串起来 好 把它串起来好 然后输入就每一个bit的输入 我们就直接从这边就位进来 就位进来 好 所以我们 呃 整个4bit的a的哈 整个4bit的a的哈 我们有大的a和大写的这个b好的输入 它分别喂到每一个full add的a0 a1 a2 a3 好 然后我们要把它的carry的部分把它给串起来 好 把它串起来好 好 所以 呃 我们就是这边好 把它接起来 把它接起来 好 好 那这边接起来哈 我不知道各位看到这里 你会不会觉得说 嗯 啊为什么是这样接哈 为什么这里是这样接哈 你们同学有有疑问的哈 为什么会这样接哈 为什么这个写法是长成这样哈 这个写法长成这样是因为 他的第三个位置这边是carry in 好 接下来这个位置是carry out 好 所以 所以这里写起来就会变成这样哈 这个是carry in哈 这一排这个是carry in 好 那这一排这个是carry out 好 所以我的carry in 进来之后 我产生c0 变成carry out 那这个carry out呢 第一个full add carry out 他就接到第 第0个的接到第1个去哈 所以这边c0就接到这里来哈 变成他的carry in 然后他产生c1 变成他的输出 然后c1再接到下一个 变成他的输入 好 这个就是看你实际怎么连接哈 把它给连接起来 好 所以这个是carry in哈的这个部分 好 好 那 如果你稍微敏感一点就觉得说 嗯 这样子接是不是很容易接错哈 写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接错 哎 确实是很容易接错 等一下我们会来讲 怎么写你比较不容易接错 好 好 所以这个是整个module的这个hierarchy 你可以 我的最上层 最上层 呼叫了这个两个alu和n1 然后每个alu里面 比如说这个alu里面我还有这个bifo 反正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子 做下来 好那每一个都是就这样都是包在这个module 和andmodule里面 就形成这个 Vlog的这种hierarchy的形式 它是以这样子的形式来兜出来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刚看 我们刚看到 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例子 刚看那个例子 我们是直接把它这样子给串起来 再串起来 那 你看到那个写法就是写成这样 那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 那代表的意思说 我的a0 我的a0就是 我的这个fa是在这里 我们特别把这个把它给标出来这里 这是我们fa的这个module 它的po的顺序是abc in 然后c out 然后sine 好 所以如果你的instance的写法是写成这样子的话 就是代表说我a0这个位置的 它就是对应到 这第一个位置的就是对应到第一个 好 b0这个 第二个位置对应到第二个位置 好 然后第三个位置的对应到这边第三个位置 还是照顺序照位置 接下来 好接下来 好 好所以这个叫做 有一个专有的 术语的名字 叫做provisional mapping 它是照位置去做对应的 照位置去做对应 好那照位置去做对应的 其实就很容易出错 很容易出错 好因为你有事 为什么会很容易出错 好 因为你可能第一 一开始第一次写的时候可能当然是对的 好但是你可能后面就开始改好 可能又多增加了一个po或减少了一个po 但是你可能就忘记改了上面的这个连接的这个部分 整个模拟就死掉了 然后你还找了半天还不知道错在哪里 因为这种措施上是非常非常难debug的 尤其是在这种IO的连接上面 非常非常容易这个miss掉 好所以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比较好的方法是用名字 所谓的name mapping 根据名字 我不要根据位置 根据名字来去连接 什么叫做根据名字来连接 比如说我这边的port 这边有a这个port 好那我就是宣告说这个.a 点a这个port 这个port我要连接哪一个讯号 我要连接a0这个讯号 所以这个a0它就是一定连到这里 如果说我的顺序把它换一下 比如说我一开始这边先写点b 然后我再来写点a 我顺序颠倒 对它有没有影响 不会有影响 因为它会认名字 它会认名字 就比较不容易出错 比较不容易出错 所以这种你在做instance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建议各位都使用这种 name mapping的这个形式 会比较方便一点 会比较方便 就比较不容易出错 那看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真的没问题 大家应该会有一个感觉觉得这样写起来好啰嗦 有吧 一定会觉得这个超级啰嗦的 这是一个非常啰嗦的一个写法 啰嗦的写法 那你是不是觉得它很啰嗦 很好 那ssmvlog也想到这件事情 所以在我们后面我们会介绍 ssmvlog它其实提供了一个很简单的这个语法 如果你的port的名字 跟你的连接线 比如说你的连接线 你的port叫a 然后你的连接线也叫a的话 那两个名字是一样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用一个整个取代叫做.start 就这一大坨都不用写 那直接换成叫做.start 那就会变得很简单 就减少你要写一大串的这个麻烦 麻烦 好这个我们在后面讲 ssmvlog的时候 会再回过头来讲一下这个部分 好 好有没有问题 好那讲到这边我们大概把这个最上层 怎么做这个hierarchy的部分 好大概 稍微跟各位介绍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来讲 怎么用这些velog的语法 写出你的组合逻辑的部分 写出组合 用这些rtl的code 或是behave level的code 那来做这个部分 好那这些behave的code 就会像用到这些always的这个部分 可以描述 像这个是组合逻辑 然后这边是diffify的部分 好那 那个部分我们等一下会来讲 好我们先先来讲一下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有看到 你要做那个变数的那个宣告 好就跟你在细元里面一样 你要宣告他是integer 或者等等 好他一样在velo里面 他其实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需要做宣告的这个部分 好那在velo里面的这个variable 好变数的宣告他有两种 一种叫做while while其实他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做就是一条单心线 他就是把两个东西把它给连接起来 好那基本上 你预设如果你的变数没有做任何的这种宣告的话 他预设就是用while 好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刚看到的所谓的reg的这个部分 reg的部分你不要把它认为是这个register 他跟defify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关系都没有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他有可能会变成defify 那也有可能不是 那完全是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纯粹是因为语法上面 需要做的这个部分 那你可以把这两个变数都把它想做是一个讯号 那他可以是一个bit或是vector的这个部分 那通常初学者 遇到这个时候 一定都会有个疑问就是什么时候要用while 什么时候要用reg 通常都会搞不太清楚 搞不太清楚 好那SyssenVlog也帮各位想到了这个问题 他觉得说大家都是分不清楚的了 那我就不要搞死大家 那就请各位都用logic来取代就可以 那也就是你所有的变数 请都用logic来宣告就好了 那你就不用担心什么时候要用while 什么时候要用reg 什么时候要用 他事实上是有一定的这个规则 是有一定的这个规则 那通常来讲输入要用while来做宣告 那in out是要用while来宣告 那唯一会有差异的部分在输出的这个部分 输出的部分有时候要用while 有时候要用reg 那什么时候会需要 那跟你的语法有关系 我们后面会讲到 如果你是那个procedure的那个assignment出来的 就会需要用reg 像什么always initial这些都是用reg 那这个纯粹是历史原因 跟地位法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老实讲 其实各位不太需要村门去记这个 你就用logic取代就可以 不管3721全部都用logic来取代 基本上就都不会出错 所以这个是我们跟各位讲到这个部分 今天就上到这里 好 那 我们今天应该会把这个Vlog的最基本的一些介绍 大概会介绍完 所以我们下礼拜 下礼拜的这个时间 礼拜四的这个时间就请各位到那个 诸教会公布 基本上在我们会分三间教室 415417还有7楼7楼7173吧 7三 三间教室 那请各位到时候再登记 你要去哪一间 去哪一间教室这样子 所以下礼拜的这个时间就是请到那边去 好 那我今天再会把Vlog的一些 基本的理法的部分大概就介绍完 那大概各位听完这个应该 就能够掌握一半的这个Vlog的部分 应该就可以写的出来 所以应付第一个 lab和homework应该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Vlog 他的这个 值 的部分 除了我们常看到的0和1 这代表Logic0或Logic1 也就是接到Ground或是接到VDD 接到Ground或接到VDD 实际的这个电路是这样 那除了这两个值之外 他还有额外的两个值 叫做 X和Z 那什么叫做X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部分 那X的部分其实就是 你可以看到就是VDD跟Ground接在一起 当你VDD和Ground都接在一起的时候 那中间的这个值到底是什么值 老实讲其实你是没办法决定的 没办法决定 怎么样 没有 没有 没开麦克风吗 我看一下 好 那 哎 所以我们刚刚讲 Vlog有四个值 01 就是接到Ground或是接到VDD 好 然后 那 另外两个值就是S和Z S和Z 那S的这个部分就是 你的VDD和Ground接在一起 所以这个 老实讲你是没有办法决定那个值是什么 所以这个叫做Unknown 这叫Unknown 或是又叫做所谓的Conflict Conflict 那这个在我们 之前各位在大一的罗色的时候 你其实在做逻辑化解的时候 常常会遇到一个就是Don't care Don't care 那这个 这边写成X 那基本上他也是可以代表 在逻辑的表示的时候 有时候也可以代表是Don't care 这一件事情 那可以代表Don't care这件事情 好 然后第四个是所谓的Z 所谓的High Impedance的这个 部分 什么叫High Impedance 在电路上来讲 他其实就是一个Floating的这个状况 就是他上没有接到任何地方 所以你不晓得他的值是什么 值是什么 那你可以从Vlog的这四个值里面 你大概可以发现说 这个S和Z这两件事情 其实就是非常的 怎么讲非常电路才有的这个东西 你在C language里面 事实上是不会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是只有电路里面才会有的这个部分 那一般来说我们正常来讲 你的电路应该是只有0和1的这个部分 那不应该出现S和Z 不应该出现S和Z 那不过你在做那个模拟的时候 做模拟的时候 之后各位就会看那个波形 看那个波形图 你看到那个波形图里面 会有一片满江红的时候 就是那个S的时候 就是S的时候 那你遇到满江红的时候 当然你就会觉得这个就很糟糕 你不晓得到底错在哪里 这个就很需要debug 好 所以 这个是S的这个部分 那S基本上可以是01Z 或是成绩型的这个状态都可以 那也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don't care 在做 don't care在做 有时候是在写起来是可以当做逻辑化点的这个部分 好 那接下来是这个 在velo里面他也提 我们前面有介绍过你可以 module 然后里面instance 其他的module一直instance下去 好 那那如果你要从上层 要存取到下层的时候 上层存取到下层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instanceS 的部分 然后存取到这个instanceY 或者instanceZ的其中的一个 while比如说w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写 可以写成s.y.z. 然后最后这个是你这一层 这个变数讯号的名字w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 他不是拿给你做design的话 design绝对不能这样写 这个只能是写testbench的时候 可以这样子写 你可以抓到里面的这个值 有时候要这样看的时候会比较 会比较方便一点 那不过因为现在我们都可以 直接看webform 所以这个只是给各位做一个介绍 通常是不太会用到这个 好 那这个是port的contention 如果在我们上次大概已经有跟各位 介绍过 各位看一下这个图的这个部分 好 好 那这个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module里面 你要宣告你的input output 然后in out的这些讯号 他要宣告成while或是reg 到底要怎么宣告 那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input大概都是宣告成while 然后output会有两种是while或reg 然后in out是while 那各位看到这里大概就 就就投昏了 这个到底是 是什么东西 我再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 那基本上预设都可以用while 那我们后面会介绍说有一种这个velog的写法 叫做procedure assignment procedure assignment 也就是会包在一堆所谓的always 它其实会包在always里面的变数的 那就要用reg 好 各位会觉得很麻烦 那其实 其实你就记得一件事情 你用logic就好了 我们上次有跟各位介绍过 你不用去记这个了 全部都换成用logic就好了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做法 那另外port连接的时候 就是你要记得你的那个宽度要一样 宽度要一样 比如说你这边可能设这边n等于8 所以这边是7到0 7到0 是7个bit 那你应该也是要用7个bit去做连接 那个宽度要一致 那宽度要一致 那 那你有一些port没有接 事实上是允许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 不一定每个都要解 好 那module instance 的这个部分 如果你真的要写 其实就是变成要这样 就写很多个 这其实是很麻烦 那我们上次有跟各位提到过 好在这个SystemVlog里面 好我们后面会介绍 好 SystemVlog里面 好 SystemVlog里面可以用这个 点start 点start 这个我们后面会介绍 介绍到SystemVlog的时候会再回过来讲这个部分 可以有一些比较简化的写法 不用写这样子 漏漏长 所以这个是我们会后面会介绍部分 好 那我们再把前面的部分 大概简单的跟各位总结完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就来介绍 好 各位在大一的罗色的时候学到的这些组合逻辑 你要怎么用Vlog来表示 怎么样Vlog来表示 那基本上你就学这个语法就好 就是assign 就assign就可以了 好 那combination的这个 表示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assign 这个叫做continue assignment 我们会顺道介绍一些比较术语型的这个东西 那各位稍微比较习惯一点 这个叫continue assignment就是assign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前面其实有 稍微已经有跟各位介绍过的 叫做这种structure的connection 讲的很术语 其实就是像schematic一样 就是直接把这个get把它给连接起来 直接把它连接起来就是了 好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就是长成像这样 好这个比如说我的这个逻辑是这样 好有这三个ogate一个ngate 好所以我就宣告 incense这三个ogate一个nangate 一个nangate 好用这样子一个个get去组合出他的 这个combined regional的这个逻辑 好那这个部分通常是 一般来讲各位在写rto写这种velo code的时候 通常你不会写这种code 那你在什么地方会看到呢 我们这些期的lab或homework的时候 会让各位做get level的simulation 也就是你写完的code 我们会把它做完合成之后 你就会看就会看到这个get level的部分 那get level的code长的样子就是像这个样子 大概就是长成这样 他就是getget把它给串接起来 就是串接起来这个就是直接串 直接接起来的这个部分 那各位知道有这样子的东西就可以 跟你实际写的时候 通常你不会去写这个东西 好所以这个是 net list的这个部分 那这边我们大概也有介绍过 在前面有介绍过 在velo里面他有一些 本来就内建的这些no eqlose no这些 那不过通常我们是不会 所以你在design里面不会写这些东西的 所以真正来讲我们在写这个 combination of logic的时候 我们的用法都会是用这个 就是所谓的continuous assignment 那continuous assignment怎么写呢 照理讲都都是这样 我们所有的design都是包在你的module 和endmodule里面 然后宣告你的in out 那比如说你现在有 有这个逻辑要做 这个是all 两个all 然后一个end 那我们把它表示出来 他的这个logic equation logic equation就是这个 写起来就是长成这样 那如果各位先不看这个assign 后面的这一坨这个部分 这个语法 纯粹就是c语言的语法 各位都学过c 在大一上学期的时候都学过c语言 所以你一看这个就可以看得懂 这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s1和s2做 做all 然后s3跟s4做all 然后他的结果 结果再跟enable做and的起来 这个就是and 这就是and 然后and完之后再做not 所以这个完完全全就是把这个逻辑把它转换成 这个表示是 那这个表示是基本上是跟c语言的语法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velog他一开始发明的时候 他就是借用了很多c语言的语法 所以所以你在c语言里面学到的一些这种 这种logic operator的这个部分 其实在这边都会用的上 都会用的上 那那做contain assignment呢 就是说我在前面呢再多一个assign 多一个assign 那多一个assign的意思就是说我后面的 这些值有任何变化的时候 他会影响到这个输出 那其实就是立即影响到 他其实就是会立即影响到 所以叫做continuous assignment continuous assignment 那这个跟我们后面讲的 呃 会介绍另外一种叫procedure assignment 会长得不太一样 那continuous assignment呢 他就是这样子一行就写完 就只有一行 就只有一行这样子 那 那真正是这个合成出来的 就看你用到的get是长成什么样 他就会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那那不同的合成的命令 他可能会合成出不同的电路 这个不是唯一的这个解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operator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这边从上到下是这个 operator有所谓的优先次序 就是这个是这边是优先次序最高 然后最下面这个是优先次序最低 好 那最上面这个是我们一般常用的这个加减乘 加减乘 那加减乘基本上是可以合成的 那另外这个除法 还有这个百分比符号是所谓的modular 取余数的这个部分 通常是比较不能合成 所以我们不太建议各位去使用 不太建议各位去使用 好 不过synthesizer好像是有办法做 所以 这样 然后 这个是接下来这个是比大小的部分 大于小于 然后 小于等于或大于等于好这样子 好 那另外接下来是这个等于和不等的这个部分 那各位在西元里面 你看到的就是这两个 就是两个等号代表是等于 然后不等是一个 惊叹号加一个等于好 这是不等的这个部分 那在velo里面他还多了一个东西 就是三个等号的这个部分 还有是两个等号前面加一个惊叹号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什么呢 这个就要回到我们刚刚 一开始上课的时候跟各位讲 Vlog怎么样 他有四个值 四个值 那两个等于他只能比较0和1 比较0和1 那你拿s和z 用在这个等于的时候 比如说你是a 然后等于等于b 去比较他两个是不是相等的时候 那如果a 好我们写一下 好如果a是unknone 好如果是a是unknone的时候 这整个结果就都会变成unknone 都会变成unknone 那这样就不是很好 因为你就全部都 你一个比较的结果 全部都被unknone给盖住了 都被盖住了 所以那为了要比可以精确的 可以比较出s和z的这个状况 所以多了这个 多了这个 这个三个等号的这个部分 还有三个的 这个就是可以比较s和z 可以比较s和z 那不过一般来讲这个是只有在 做testbench的时候 我们才会需要去比这种 s和z的这个状况 正常你的电路里面 你是不应该出现s和z 为什么不应该出现 各位应该晓得 为什么不应该出现 s是什么状况 s就是你的VDD的跟 根框的接在一起 它其实是会产生一个short的电路 会让你的ic会烧掉的 你的design当然不可能做出这种东西出来 好所以 所以 所以这个是只能用在testbench 所以这个是特别是 在valo里面才会有的这个东西 s和z的这个部分 好 那再下来是这个logic 和bwise的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部分跟这个细元是一样的 细元是一样的这个部分 那logic它最后出来的结果 不管你是几个bit 它只会得到true or false 或是1或0的这个部分 那bwise的话 你如果是4个bit a和b做and 是4个bit的话 它出来还是4个bit的这个结果 4个bit结果 好 那这个 这个用法在 在什么地方各位特别要注意呢 就是用在像这种if else的时候 if的这种条件的时候 好 if你的a 比如说你说am的这个b am的b am的b 如果ab ab是多个bit 多个bit的时候 多个bit的时候 那它的这个结果 我们的if 里面基本上是只能允许true or false 那你是多个bit的时候 它就会看说 你这个值是不是等于0 是不是等于0 那这样子 这个结果可能就不如你所预期 所以这个就 这个是特别要注意 bwise跟logic的这个计算 事实上是不太一样 那如果你是要比较a and b 可能要做logic的计算的话 应该是要用两个and的这种 logic的operation 那这个部分比较细节的部分 我们后面还会再再讲 我们这边就简单的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好 那另外是这个reduction的这个部分 就是把多个bit把它剪到变成只剩下一个bit 只剩下一个bit 好 那 这个应该也是西语言本来就有的了 所以各位应该 只是可能各位比较少用 好比较少用 我们在后面还会再讲一下这边的这个例子 好 我们在 然后shift的这个部分 正常来讲应该就是只有 两个 两个这个等号的这个 大小的这个符号部分 那在西语言里面 在velo里面 他会有三个的这个部分 三个的部分是代表说 你在做往左或往右shift的时候 他会顺便做这个size extension的部分 好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好 后面我会讲例子 好 最下面这个是重复 replication的这个部分 就是 把这个这个值重复n次 好 重复n次 好 然后最后这个是conditional 好问号冒号 这个跟西语言是一样的 好 蛮多operator都是跟西语言是一样的了 所以 呃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lab就是让各位 去做一下这些不同的operator的这个部分 好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呃 combinational logic的写法 第一种哈 第一种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二种写法哈 第二种写法哈 使用所谓的procedure assignment哈 我们底下接下来讲的 的语法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会包含在这个所谓的 always block里面 好 那那procedure assignment呢 就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前面介绍的assign呢 就是一行就结束的 好 是一行就结束 那如果你会需要用很多行才能够表示的 什么叫做很多行好 比如说你用到if else 这种叫做很多行好 这种就是很多行的这种 表示的哈 那你就应该都是要包在这种 procedure assignment哈 procedure assignment哈 好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这个if else哈 if else的部分 好 那 你可以写成像这个样子哈 好 if a小于b哈 c等于d加1哈 这是一种哈 或是a小于b哈 然后面没有任何的 运算这也是可以哈 好 那或者是a 如果他 这个后面的条件有比较多的话 你就用这个begin end把它给包起来哈 begin end把它包起来 好 然后那这个begin后面呢 你可以加给他一个这个名字哈 就是 加了冒号之后 然后后面这一个 这一串字母呢 这一串字母就是这个begin end的名字 哈 begin end的这个名字哈 那 这个有时候是方便你自己看哈 你要加不加都都可以哈 都可以 好 那最典型的写法通常应该比较像这样哈 就是 我比较if a小于b的时候 我的san就加1哈 else我的san就加2 好 就加2好 这样子 好 那if else的这个 配对当然就是else会跟最近的if去去做这个配对 好 那我们前面的写法是比较简化的这个写法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比较完整的写法 事实上就是要把它都包在这个always里面 包在always里面 好 那我们这边看到就是if这个slate等于0的时候 yout等于a 然后else else 然后if yout slate等于1的时候 yout等于b 然后你再有其他条件就else 你可以一连串下去 if else if 然后最后一个的时候 最后一个的时候就不用再if了 就else 然后最后这个条件 yout等于1 unk 这样 好 那这个写法里面就是 像这种这个if else这样一连串下来的话 你的这个always的这个begin end 可以省略掉 你可以不用写 因为他可以分辨的出来这一连串都是 本来就是会串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 就没有问题可以不用写这个begin end 这样 好 有没有问题关于if else 也就是我们前面这一页 看到的这些 你其实都应该都要写在这个 always block里面 都要写在这个always block里面 好 这个叫做procedure assignment 好 procedure assignment 好 那 那另外我们会介绍另外一个就是 是在西语元里面有所谓的 switch 各位还记得 那在 velog他不叫switch他叫做case 他就case 好 比如说我们要根据这个select 好 来去选择好 好 所以这边就是你的这个 选择的这个条件 好 选择条件 好 0的时候就会选到a好 然后1的时候选到b好 2的时候选到c好 3的时候选到d好 然后都没有的时候他就会用预设值就是default 这个就是预设值就是其他条件都不满足的时候他就会执行这个条件 执行这个条件 这个叫做default 然后这个是会包在这个case和endcase里面 好 好 那你的比对条件就是用这个 你case后面的加的这个变数 这个select 这个select就会跟这边的0123去做比对 好 看哪一个是符合的他就会 选到那一个 bunch去 好 所以他等于是if else的另外一个写法 好 那为什么时候你要用这种写法就是 你的那个选择通常是比较规则的时候 比较规则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种写法会会会 其他会比较好 好看起来 比较好看 好 因为if else那一双串其实是比较不好看的 阅读上面实际上比较不好看 好 那所以这个部分是这样 好 那当然 我们前面讲过的前面讲的那个continue assignment的那个写法呢 你也可以把它转换成这个procedure的这个assignment的这个写法 比如说我们刚讲的这个例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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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知道各位看到这边会不会觉得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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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出两种不同描述出来 好 好 好 那continue assignment的这个基本上是比较应付这种比较简单的逻辑 好 就像各位在大一罗社里面学到的这个booling algebra好一行写完的这种你大概用assign你大概就可以应付的来好但是你要写的比较 比较高层次一点好有这种一服的这种条件啊或是这种case的这个条件的时候你用assign其实就不是很好写 其实就不是很好写好就不那么方便好不那么方便好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其实我们就应该采用这种procedure assignment 好让你的写起来会比较方便好写起来会比较方便好那那一般来讲你要怎么用好那通常会建议 你我自己的习惯通常就是全部都用always了全部都用always 因为我们后面会讲的sequential logic的部分也会是用always好你全部都把它放在always里面好实际上可以完全不需要用到assign都 都可以完全不需要用到assign都可以 好有没有问题 这个我们等一下就要讲到 对 好那刚有同学有注意到好这个always后面这边有一连串的这个东西好那这个东西呢这他有个专业术语叫做所谓的sensitivity list 什么叫做sensitivity list呢就是这个要回归到Vlog 其实他最早发明的时候是拿来干嘛做模拟用的做模拟用的所以要做模拟的时候他怎么知道说我底下的这一大串这个 扣是要执行还是不要执行他就是看说你有写在这边的这个部分 比如我写在这边的A或B或C这三个变数有任何一个变数有动的时候有变化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这底下的这个东西呢要去执行 所以他才叫做sensitivity list 就是对这些变数他是敏感的这些变数有变化的时候他就会去执行底下的这个空这叫sensitivity list 好那那这个有一些比较简化的这个写法你可以用这个逗点取代掉这个all comma取代掉这个all 这样子 那我们后面会介绍那个sequential写diffify的时候 这边会用party edgeclock或这个 那这个all的部分也可以用这个comma取代掉 这是Vlog2001可以用的这个部分 好那各位看到这边大概应该还是会觉得说 这个虽然把all取代掉变成comma好像比较简化 这个写起来其实还是很麻烦 那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都会很有问题的原因在于我们刚讲过 刚讲过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 这个东西是来帮助你模拟用的 决定你底下的这个call要不要要不要跑 要不要去做模拟 所以呢 如果你出现一个状况 出现什么状况呢 如果我这边call这里是这样 我的这个ci 没写在这里 漏掉一个会变怎么样 漏掉一个会变怎么样 如果照我们刚刚讲的逻辑各位就会晓得 那我的ci有任何变化的时候 比如说从0变到1的时候 他就不晓得他要去执行下面的这个东西 这下面的东西他就不会执行 所以模拟的结果就会错 模拟的结果跟你电路真正合成出来的结果 事实上两个会不一样 两个会不一样 这个就是一个mismatch的这个状况 那这个问题老实讲你要叫designer 各位像这样子的工程师去 很注意的去找这些有没有漏掉 有时候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很困难 因为你在写call的时候 通常这底下的call 你会一直改 有时候会多加一点少加一点 那这个在等号 基本上应该是等号右边的 右边的 出现在右边的你就应该要写在这个上面 但是因为你加加减点有时候你就会漏掉 很容易人一定会犯错 这个很容易漏掉 那就造成问题 造成问题 那老实讲这件事情不应该是 工程师要负担的这个责任 这根本就是velo语法设计不好 所以这个后来的velo2001呢 他就提供了一个比较简化一点的这个写法 你不要写这么啰嗦了 你也不要去担心说你会不会漏掉 你直接用这个就好了 叫做at stop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sensitivist这件事情 不应该是工程师去做的 应该是tool自己去处理掉的 所以就建议各位直接用这个就好了 你不要去记这个了 这没有意义 这个一定会出错 你写的时候一定会出错 所以不要用 就是不要用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后面再讲这个sensvlog的时候 我们会再讲还有一个更简化的这个写法 我们后面再讲到的时候 所以再提到 不过各位目前学到这里用这个就可以了 好 有没有问题 好 像像这种哈 这个if else这个一定都是会穿在一起的话 他本来就是一组的 所以这种其实你不需要加begin end 好 其实那你要加也没什么问题 好 也没加什么问题 那 那像这种 你很 或是像这种只有一行的 这个也可以不用加 好 这种其实跟这个是代表是同一届意思 就是这个都是同一组的 就同一组 那如果你是可以 如果你有另外一个什么sensitivist 那这个都是要在这个里面的话 那你就应该 就要加begin end 把它包起来 这样子 还有什么问题 左边是你的输出啊 左边是你的输出啊 不会啊 因为你的左边的值会变 就是因为你的右边的值变 他才会左边才会变 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 对 嘿 好 有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是procedure assignment 好 那 那procedure assignment在写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if else 或是这种case写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哈 就是 如果你写的时候 有if 然后没有else的话 那 那 bda2 我会认为说 你这个没有else的意思呢 就是你要把值要留下来 他的认知是这样 那你值要留下 要怎么留下来呢 好 那各位在大一的罗色都学过 你要把值留下来 只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latch 一个是diffify 那在这个状况底下呢 因为你的trigger的条件呢 是这个level sensitive 所以他就会合成出latch出来 合成出latch出来 好 那这件事情是在我们的作业里面 我们会强力要求各位 是不应该发生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 好 那如果你的if有else的话 那他就会正常就会变成是一个 combination的逻辑了 就不会有这种latch的产生 好 那另外像case的话也是 case的话也是 case的话正常来讲 像这边我们你的条件呢 有两个bit 两个bit应该有什么 应该有四种组合 有四种组合 但是你只写了两个 那剩下的两个没有 这代表是什么 就就跟这个 因为case事实上是if else的一个变形 那所以这个代表的是你的 else的部分其实就是没有写到 那没有写到对他来讲 他就是要怎么样 要保留你的值 值就要留下来 对edatool来讲 他就要做最保守的打算 就是要保留值 所以这个都会都会形成latch 像这种状况也是会有latch 那这种latch都不是我们要的 那你要怎么避免这个状况 像在case里面的时候呢 你就一定都要有default 一定都要有default 因为default等于就是所有的其他的 if条件都不满足的时候的最后一个else 等于是最后一个else 这个做把握 这样子 好,有没有问题 这个我们在讲那个sequential logic的时候 会再讲一下这个部分 对 什么问题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reg和while这边只是 你可以把它想做是跟integer啊 这一类的 是一个 只是一个宣告的一个名字而已 它其实跟实体的dvify 跟实体的latch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这种名字很容易搞混 所以我们为什么 后来的sysmvlog都是建议 宣告都是改成用logic 就比较中性 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名字 比较不容易搞混 那我也建议各位都使用logic 嗯 右边那个提醒 那个N100 因为我说是有代理的话 我希望特别在给他提的时候 强调他是32 还是购义 什么32 是32 你又跟那个天才的 Default的那个 我希望给他强调 他是3 没有不用啊 Default就是Default Default的意思 在if里面其实就是 你的一堆if之后的 最后一个else的那个部分 0 你说这个吗 这边前面要不要强调 是要多少的大小吗 这个如果不写的话 我们后面其实会介绍 不写的话他是 因为这边事实上 是把它表示成binary 你的这个1001 如果你不写这个的话 他就是用实境位来认 这样 好 有没有其他问题 好 那我们简单的介绍几个这个例子 这个是做 bcd转s3 的这个code 也就是把这边的值 再加3 再加3 变成这样 好 那这个你用 Velog怎么写 那各位在 大一罗斯的都学过 那你有这个 truth table 然后用kmap 大家化解 然后你就会得到这一堆 combination 的这个 booling equation booling equation 那你要怎么用Velog来写 好 那你给一堆 booling equation的时候 你有两种写法 第一个写法是什么 用continuous assignment 每一个 booling equation 就是对应到一个 这个assign 其实就是对应到一个assign 好 那这些都是 这就是all 这就是and no 这都是一些no 你就把它对 每一行就是对应到一个assign 这是continuous assignment的这个写法 我想各位自己稍微对一下 对一下 这个应该还蛮容易的 蛮有 那你有没有其他的写法 其实有一些其他的写法 另外一种写法呢 我直接把这个表格 那各位其实写ccode的时候 可能也有 有写过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表格用什么 用case来表示 直接用case来表示 好 所以直接在case来表示的话 我们就是用always 用os 然后 那 那我就是 看我的这个选择 这个 是哪一个 来选 用roll in 那他的这个 这边的这个 部分就是你的左边 左边的这个部分 左边部分 比如说你的 0001 我们就会对应到 0100 0100 的这个 输出 就是这样子 一个个对下了 一个对下了 所以这个是 完全不做化检 我直接把这个表格把它转过来 对应用case的方式来写 对应方来写 那这也是一个还蛮常用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 当你有一个像这种 ROM的这种 已经是有这种很明显的一个表格的形式的时候 那你是 你有没有需要自己去做 像刚前面讲的这个Carnal Map的这些化检呢 那 那 其实不需要 为什么不需要 因为这件事情 EDA tool 我会帮你做掉 EDA tool 我会帮你做这些逻辑的化检 会化检出 比如我们看到的这个 呃 这些Booling的化检的这个equation 他会自己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即使是写这个 我们看到的这种ROM table的这个形式 对他来讲 他其实还是会做进一步的化检 其实 对最后的这个结果来讲 其实是没有差别的 是没有差别 那写成ROM table有个好处是 其实这个可读性是比较高 你会知道说为什么会是 会变成最后的这个logic question 变成最后logic question的时候 其实你看不出来这个东西在干什么 其实不太容易看 但是ROM表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容易看得懂 你这一个function在做什么 那Vlog code在写的时候 跟我们之前各位在学罗色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因为这个写出来的程式 最后是要给人可以看 就是说后续如果还有其他人 要接你的设计的时候 他要能够看得懂 或说你自己隔了三个月之后 再回过头来看 你要能够看得懂 要看得懂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会 这些tour可以帮你做化检的部分 我们就不会再去特别做一些化检 除非有些比较大的 比较需要人去介入的部分 那个化检 我们再来做这个部分 好那这个是Decoder的这个部分 Decoder的部分 那这个一样你也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 Case的方式的表格的方式来写 那Decoder这个部分 另外一个写法是可以用这种 比较简单的这个方式来做 好那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写法 是先写这个D等于8bit的0 然后接下来看你的address的值是哪一个 他只有那一个bit会被设成1 会变成1 那在alwaysblock里面 alwaysblock里面 他的执行的这个顺序是先执行的第一行之后 在执行第二行 他事实上是有先后顺序的关系 所以 所以为什么这个叫做procedure assignment 他事实上是有顺序关系的 但是我们前面在讲那个continue assignment 每一行assign 比如说你的assign 这个写成A等于B 然后这边assign 写C等于D 那你把这个顺序把它颠倒过来 对他来讲是没有差别的 虽然我这边讲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例子 那他事实上是没有差别的 他事实上是两个两行是同时在执行 两行是同时在执行 你把这个都想做是get 想做是get 但是procedure assignment的话 他是会照顺序执行效率 会不太一样 这个是这两边的这个差别 好 好那这边下面这个是BCDA的这个部分 那 那这种procedure assignment的这个写起来 其实就有比较像各位比较熟悉的 西语言的概念的写法 西语言概念写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先把这个加法 先把AB还有C把它加起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判断说你这个值呢 是不是超过9 如果超过9的话我的值BCDA等的就要加6 所以最后输出的结果呢会是这一个 就是因为他是会照顺序这样子执行下来 这个就比较接近各位在写的这种西语言这种一般的软体的这种 一步一步顺序下来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是procedure assignment的部分 好 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 combination logic的部分就讲到这边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sequential logic的部分 那基本上我们 今年的作业和Lab都会规定 你的sequential logic只能拿来写Deep语法 也就是我们底下的语法呢 你都是要写成这样 就是always at party at clock 那后面可能还会有reset的话 会再加reset 然后另外begin end的中间这边会加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是所谓的non-blocking assignment 好我们先跳到FIFA这边 好比如说你现在要写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FIFA没有reset的FIFA 他的clock的输入是cock 我们就写成这样 always at 这边是party edge clock 也就是阵源触发 阵源触发的时候的这个clock 那如果你是复原触发的 复原触发的clock 这边就写成native edge clock native edge clock 那FIFA在写的时候呢 这边要特别注意 这个部分 我们前面在讲combination logic的时候 他用的是等号 用的是等号 那FIFA这边呢 sequential logic 基本上我们要用的是这个 就是还多了一个箭头 多一箭头 那这个叫做 non-blocking assignment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 这个一般学Vlog的人 碰到这个可能是比较不熟悉 因为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东西 我们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讲 那我们大概先先介绍一下 有这个东西 好 那下面介绍的是前面是没有reset 那如果有需要reset的时候呢 你可以有两种写法 那一种写法是synchronous的reset 也就是你的reset写在这里 然后这边上面没有加 这边上面没有加 这边上面没有加 他做出来的情况会是这样 就是他其实等于就是在前面 你的这个低的这个输入这边 事实上等于多了一个get 那当reset等于0的时候 0的时候 这边的输入就一定会是0 就变成是这样 那这个叫做synchronous reset 那为什么这个叫synchronous reset 因为他的这个输入是接在d上面 那你接在clock 接在d上面的话 你的d的data in的变化 他什么时候才会影响到difflefire的值 各位都有罗瑟有学过 他只有在你的clock来的时候 他才会影响到的值 所以这个叫做synchronous reset 为什么叫synchronous 因为他是跟clock同步的 跟clock同步的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非同步的reset 那非同步的reset呢 我们就要把你的reset的控制讯号写在这个 always的这个sensitity list这边 写在这边 那这边在写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edge trigger的 所以那通常我们会用的是复原触发的reset 所以这边会用native edge native edge 那你写在这边的话 就是我这边下面什么时候会执行呢 就是这里的讯号有满足条件的时候 有满足条件的时候他就会执行 所以呢 你的clock 这边在变 然后你突然这边来了一个reset 在这边突然来了一个reset 那你的data的值呢就马上就会变成零 这叫做非同步 他不会跟clock的讯号变化会同步 我先不要吐 好所以这个东西事实上是在 一般的这个sell library里面 他其实就已经有提供像这样子一个东西 我们把他的完整电路画出来是 会有包含这些 但是我们真正看到的事实上是 他已经是把它包起来 你在外面 他就是藏在里面 藏在里面的这个部分 不像这边这个是 你真正会多出一个endgate出来 那多出一个endgate出来 你的 就多了一个endgate的delay 就速度就变慢了 那这个事实上 这个会比较快 这比较快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通常会建议各位就 尽量使用这种做法 这样子在写你的电路 这样子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那明天是 照需要规定是放假 我们先看下一页 先看下一页 好 下一页这个 这个就是要描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shift register 对不对 register 对不对 register 好 那如果你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写法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写法 用这种写 那他 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你改用blocking assignment 这两种写法 基本上都是合法的语法 好 我们先讲好 这两个写法都是合法的语法 但是合法的语法不见得 他代表他能够合成出你想要的电路出来 好 那这两个你可以看到这两个 段的velo code 其实只差一点点 就差在blocking和non-blocking的这个部分 那他会有什么样子 行为上面会有什么样子的差异 行为上面有什么差异 我们来看下一页这个部分 如果你是使用 使用这个blocking blocking的话 那blocking assignment就是只有一个等号的 他就是会执行完第一行之后 就会执行第二行 然后执行第三行 所以你可以来看一下 所以对这个而言 你的out的值最后会变成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你的in会等于q1 然后q1的值又会等于g2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的这个in的值如果是2 然后q1的值就会变成2 然后这个2的这个值呢又会变到 又会给q2 然后q2的值呢又会给out 所以最后out的值就会变成是2 这几个完全就是串在一起 所以最后最后最后他做出来的电路 q2事实上是只有一个diff 就是只有一个diff 好 这个就是blocking assignment blocking assignment 那如果你是写成nonblocking nonblocking 那nonblocking的话我这三行 他事实上是同时执行的 同时执行的 比如说我现在的in是这个2 然后q2是3 q2 嗯 我们插一个比较大 比如说q2是4 然后q2是 q1是4 然后q2是6 好 那这个执行完之后的这个结果会变成怎么样 那他就会变成q1 q1就会被更新成2 然后那这个q2呢 q2他吃到的 因为他是跟d行这个是同时执行的 所以q2他吃到的是旧的q1的值 所以q2的值会变成是4 变成是4 然后out的这个值呢 他也是吃到比较旧的q2的值 所以他的值会变成是6 变成是6 好 所以他这三行乘4 这三行命令他事实上是同时执行的 同时执行 所以他最后这个合成出来的这个电路 就是我们想要的shift register 你就会正确合成出三个 三个这个shift register 三个diffify 好 所以这个是blocking和non-blocking assignment 的这个部分 好 那所以这边 这个是各位 跟各位之前在学系元次上次差异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在这里 那基本上 我们为了避免你会不小心会弄出这种奇怪的这个错误 那通常我们的建议都会是这样 就是 你只要是看到 你是写成这种的 part to edge clock 就是来描述sequential logic的时候 你这里面的描述 基本上都要用non-blocking assignment 都要用non-blocking assignment 然后如果是组合逻辑的 你才用blocking assignment 好 好那我们回到前面这一页 来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事实上是牵扯到 怎么样子用这种 sequential的这种 语言 程式语言 来描述这种 平行化的这个硬体的这个 部分 平行化硬体的部分 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这一个 另外这一个例子 另外这个例子 好 好那我这里写成这个是A等于B 然后再接下来B等于A B等于A 你写成blocking 和写成non-blocking 会有什么差别 会有什么差别 好那从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例子 各位大家可以了解 好那对blocking而言 他执行完第一行之后 他就会接着执行第二行 所以B的值会给A 然后接下来这个A 新的A的值 新的A的值 就会给B 所以B吃到的值 吃到的A的值 会是新的A的值 会吃到是新的A的值 所以这个就是blocking的这个概念 这个大概比较接近各位的这个熟悉的吸引员 就是一行一行这样子下来 好那non-blocking呢 non-blocking他的这个 在程式模拟的时候 程式模拟的时候 他在模拟这个硬体的这个行为 他事实上是这样 他事实上是先把这个 这个 assignment的右半边的这个部分 右半边的部分 全部都把它先算完 全部都把它先算完 然后一次同步的更新左半边 一次同步更新左半边 所以他是右半边的部分都算完之后 然后同步的更新右半 左半边 同步更新左半边 那这样子来达到他的这个平行化 模拟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各位不用特别去记说 他的这个模拟的行为是怎样 但是你要知道这两个的差异性在 在这里会变成是这样 所以你即使在 这边我们这个举的例子 刚好跟我们刚讲的那个例子 是稍微有一点点 相反的 这边我们举的这个例子是 你在combination logic 里面 你用blocking assignment 跟用non-blocking assignment 得到的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 会怎么样 那你会发现 这个语法都是合法的 我们先跟各位讲 这两个语法都是合法的 也就是说你在跑模拟的时候 他不会跟你说这个是会有错误的 这不会有错误 但是他表现出来的行为 跟你想像的行为是不一样的 跟你想像的行为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 差异性的这个部分 所以在combination logic 基本上我们就不建议各位使用non-blocking 这里就不要用 不要用这种的这个写法 因为在combination logic 里面 这种的通常我们就是 是描述它的一个 连续性的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就是用blocking的这样子的概念 去把它给建构起来 那你在sequential logic 的时候记得就要用non-blocking的这个写法 那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大概简单的跟各位 summary一下几个这个建议 就是什么时候用blocking 什么时候用non-blocking 就是你要描述sequential的逻辑 不管是freebar或者是latch 都是用non-blocking non-blocking的部分 那基本上 你应该不太有机会会使用到latch 因为我们的设计大部分都是以freebar为主 不过我们latch就是顺道提醒 然后组合逻辑的部分你就用blocking 那 那各位在写的时候 那基本上 我们大概发现大概 应该超过九成的学生 超过九成的学生在写 写velo code的时候 应该写到后来其实都会把 两样事情把它混杂在一起 就是你会在同个OS block里面 同时混杂的combination 和sequential logic 这个 这个其实上 老实讲其实也蛮多人会这样子写 但是我们比较 不建议各位这样子写的原因在这里 好 那什么叫做同时混杂的 combination 和sequential logic 就是像这样子 你这边 这个Q 这边后面等于 这边后面事实上 你是有 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变数 不单纯的变数 你事实上还有一些运算在这个里面 这个就是混杂的combination 但是你这一个OS block 它事实上是 要产生一个dv bar 会产生一个dv bar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做起来 它的硬体当然就是你会有个dv bar 然后这边会有一坨这个combination logic 这样过来 好 那你这样子把它整个写在一起 整个写在一起 那我们基本上不建议各位这样子写 这种写法当然是ok的 这样opmok 那这种写法比较不好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这个各位之后开始写code的时候 你慢慢都会用这个坨型 看坨型来做这个debug 那这种写法事实上对你debug 事实上是比较不利 比较不利 那为什么比较不利 就是说因为你的这个clutch 这样子变化的时候 变化的时候 然后你的这个输入的这个d值开始变化 输入的d值开始变化 好 那d值它的影响 它的影响 你要什么时候看到它的这个值 会影响到这个q值的这个变化 要等到这个cac edge来的时候 要等到这个cac edge来的时候 它才会影响 你才会看到这个q值的这个变化 所以这个就不那么直觉 就不那么直觉 因为如果你是写成这个 combination logic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边不是 不是在这个osblock里面 你这边可能是assign 那你的这个q值的这个变化 其实你这边变的时候 这边其实就会跟着同时就会变 所以你在看波形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是在同一个时间点 马上就可以看到它的变化 有时候这个在debug上面是比较方便一点 那另外一个好处是 把这两个东西拆开来 我们的sequential logic的部分 你就是纯粹写dififat 那sequential部分就 因为只有只是描述dififat 那dififat的描述基本上很简单 通常是不太会出错 不太会出错 所以你在debug的时候 就可以只针对这个combination 和logical的部分去看 去debug就可以 会节省一些时间 所以这个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建议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coding的方法和习惯 所以我们在后续的那个lab和homework的时候 我们会加上一个要求 会加上一个要求就是 要把那个dififat的部分单独的拆开来 那不能混杂的这个combination logic 那这样子比较能够培养各位 用硬体的语法的想法来写 所以我们在之后的lab和homework 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要求 但是我们也要跟各位讲 这样子的写法这个本身是一个合法的语法 你在看别人的valu code的时候 你也会常常看到别人会这样子写 会这样写 但是这个是一个合法的语法 但是这不是一个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coding的一个习惯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建议 好 那另外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你不能在不同的 always block里面 出现这个变数是同一个 出现变数是同一个 那 这个会产生所谓的multiple driver的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跟各位讲 跟各位讲 好 这个 这个 好 那另外也不要混杂着 在一个 always block里面又有这个 又有这个 non blocking和 blocking 同时混杂 好 这也是合法的语法 好 这是合法的语法 但是不建议各位这样子写好 不建议这样子写好 因为这个 呃 其实你要判断他到底这个Q的值或A的值 到底什么时候是更新 好 他更新的值到底是属于哪一个 好有时候 你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 其实你自己很容易会搞混 很搞混 那你很容易搞混的话 那其实 你的这个 value coding写起来就 就很容易会出错 在function上面会出错 所以 不建议各位这样子来写 所以 就单纯 就一个 always block里面 你如果用blocking 就全部都用blocking 用non blocking 就全部都用non blocking 好 不要有混杂的这个部分 好 那大家讲到这边 我们呃 再把前面讲的这个continuous assignment 和pursure assignment 稍微再 跟各位 呃 整个 两个对照一下来看 好 好 那这个是我们前面讲的continuous assignment 就是会有一个assign 好 然后后面接你的一点串的这个东西 那 那这个东西为什么叫做continuous assignment 他其实就是 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做事实上 就是有个实际的这个电路 实际的电路 好 那所以这边后面的 右半边的这个部分 他算完之后 他的值就会马上会影响到 左半边的这个变数的这个部分 左半边变数的部分 所以 如果 你这边我们这里举的这个例子 是有t0和t1 t0和t1这个例子 如果你的第二个这个 你也用t0 你也用t0的话 那 对他来讲 就是这两个东西事实上是会被接在一起 会被接在一起 那被接在一起 这个 这个东西就会事实上是变成是一个 有点像是一个while old的一个形态 你就把它想做是你有拿了两条电线 然后把这两条电线接在一起 然后最后这边的值是什么 那就看你这两边的值会是什么样 会是什么样 那如果一边是1一边是0 那可能 他就没有办法决定值是什么 会变成是一个unknown的状态 会变成一个unknown的状态 所以 一般来说我们就 就你在写的时候通常就不要 不要把这个asite的右边 左半边的这个asite的这个值 变数基本上是要不一样 不要最好是不要一样 最好是不要一样 一样的话事实上你很容易出问题 这个是第一个点 各位要注意的这个部分 那你什么时候你的这个变数的这个 左半边的这个变数的值是可以一样的 基本上只能出现在 procedure assignment里面 procedure assignment里面是可以是一样的 procedure assignment里面是一样 比如说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 你这边做了一连串运算之后 然后把这个asite给temp 然后这边再做一连串 然后再asite给temp 好那这个就没有问题 为什么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东西在procedure assignment里面 我们这里用的 我们这里用的是这个blocking assignment blocking assignment 所以它等于是执行完这个之后 再执行第二行 再执行第三行 所以这个跟系元一样 所以对你的程式的逻辑来讲 或是模拟来讲 它事实上是可以正确的解译说 你的这个同样一个名字的 这个变数的值 到底是哪一个值 它是可以正确的算出来的 所以没有问题 这是没有问题的 好这样是 是ok的 好但是 你如果是变成这样子 这个就 就不行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名字如果是一样 这样就不行 不行 好尽量不要这样子写 那这个会产生 你在做simulation的时候 它就告诉你这个multiple driver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叫multiple driver 为什么叫driver 就是因为你的右半边的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来算你的这个值 它是要去驱动你的左半边的这个值 所以叫做driver 那你同样一个名字 所以就是有多个multiple driver的这个部分 好 好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是呃 各位初学者其实还蛮容易踩到的一个 呃 写法上面这个问题 那 另外跟这个很像的 另外跟这个很像的就是 现在我们后面会讲好 但是我们这边就简单的跟各位 稍微提一下好了 好 就是说如果你是 写了一个always好 然后这边有一个 然后另外又有一个always 然后这里名字也一样 好 然后这里名字也一样 好 这会变什么样子 书学者还蛮常会写成这种状况的 还蛮常会写成这种状况 就是你如果名字要一样的时候 你就是只能放在同一个always block里面 好 因为放在不同always block的时候 他跟那个assive这个状况 其实是比较类似 assive的每一行命令都是独立执行的 彼此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 那always的block里面的 每一个always block也都是独立执行的 都是同步在执行的 同步在执行 好所以 所以你有两个always block里面 都有相同变数的时候 会遇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你就是多个driver 就是有多个人要决定这个temp的值 到底是什么 你可能第一个是你的 这个第一个always block 这个a这个always block 然后第二个b这个always block 他也要决定一个temp的值 那这两个就会冲突 这两个就会冲突 好所以在模拟的时候 你也会看到他会冒出一个mutter driver的 这个error message 所以这个就不行 这就会出问题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 就尽量不要有这种写法 这样子 如果你要是同一个变数的话 你就是都放在同一个always block里面 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这个不管你是 这个temp这个变数是在 是blocking或nonblocking 都会都是同样的 都是同样的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那blocking和nonblocking 对初学者来讲是 就是有时候 你从细元的角度来看 你是比较觉得 这个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特别是 在硬体这边好 才会有的一个概念 好在这里 好有没有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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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